我一直想要嘗試ITX主機 它小小的身形、精緻的外表 再搭配內在強悍的性能非常的吸引我 而正好有個朋友想要組裝一台ITX工作小主機 那有什麼理由可拒絕呢? 挑選的配備如下 機殼採用了Fraggle Design新出的ERA 外殼斜邊與曲面的搭配 以及磨砂金屬內斂的光澤 在現在光害盛行的機殼中走出了不一樣的典雅風格 頂部的木質上蓋更是ERA與眾不同的地方 由於僅有灰色以及銀色款有木質上蓋 也因此這次採用了星光銀的顏色 CPU部分採用的是到了2020年 依舊很香的AMD Ryzen 5 3600 主機板則是目前剛推出的ROG B50i ITX主機板 相較於較高價的X570晶片組 B50晶片組可以支援一條PCIe Gen4 x4 SSD 與PCIe Gen4 x16的顯卡 對於多數人來說都已經非常夠用 而從這塊ITX主機板也可以看到 華碩真的下了不少功夫才將那麼多零件塞入一張小小的ITX主機板 音效卡與PCIe M.2扣充槽還用紙板堆疊 且金關板子小 供電部分還是給了豪華的8加二項供電 其中為了應付AMD的其他高階CPU 在IO這罩內還塞了一顆小風扇給VRM散熱 而記憶體則是選擇海盜船的Vengeance RGB PRO 3000 8G x2 白色外表以及炫酷RGB 特別是這RGB燈非常的飽和且均勻 十分美麗 只可惜呀只可惜 沒有透徹所以看不到 而SSD部分 近來選擇了支援PCIe Gen4的直擊板 那當然要選個PCIe Gen4的SSD啦 硬碟大廠希傑的產品就成了首選 Faikuda系列硬碟主打的就是性能 對於工作、遊戲非常合適 且希傑提供了長達5年的保固期 可見希傑對自家產品有著很大的信心 就算你真的運氣太差 也有多個簾牆句點方便鬆修 性能部分 這片Faikuda 520更是SSD中最強悍的王者之一 號稱讀取5000MBps 寫入4400MBps 相信其誇張的性能對於工作能帶來更好的表現 至於其他資料的儲存 選擇了最近價格低了離譜的11JS300 之前就有測試過這顆SSD 全疊寫入不降速 且重要的是價格便宜 960GB大概在2000元左右 拿來存浩大的Visual Studio專案正合適 至於顯示卡 由於是工作機 且coding不太需要強悍的顯示卡 因此就選擇了華碩的 RG Strix GTX 1650 看中的就是它長達5年的保固以及兩槽的寬度 可以放得下這次挑選機殼 ERA 且就算要玩遊戲 GTX 1650的實力也足夠玩一些主流遊戲了 只是這張卡這麼好看的外觀 在這次ATX計畫中就浪費掉了 有點可惜 散熱器部分採用了 Franco Design的Celsius Plus S24 Prisma水冷散熱器 完善的寶固以及炫酷RGB 更有著Franco Design長達5年的寶固 以及漏水賠償保證 是個水冷散熱器的好選擇 只可惜這次挑選的ERA機殼會把燈光全部蓋住... 嗎? 等等揭曉 最後則是電源供應器 雖說ERA放得下ATX大小的Power 但是為了放入240水冷 因此選擇了同為Franco Design的ION SFX 500W電源供應器 而這顆電功還有一大優點 那就是它的線材非常的軟 在ITX這種小組機中 有軟嫩的線材可以軟塞可是必須的呀 好,以上就是這次挑選的配備 那麼進入組裝 很明顯的配備 在ITX上的配備 上面的配備 在ITX上的配備 有機器 可以充滿開 在ITX上的配備 用電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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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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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